自从日本动漫《鬼灭之刃》TV动画播出之后 藏门女豆子便成为该作中最知名的人气角色 虽然女豆子在惨遭恶鬼袭击后不幸变成鬼 但她并未救死堕落 而是凭借意志力保持着原有的任性 而这也是她吸引观众的魅力所在 那么在看完《鬼灭之刃》整部作品之后 你是否注意到 以下这六个促成女豆子成为最强鬼后的设定 一、特殊的增强方式 众所周知 女豆子以人类的身份出场 没多久就惨遭鬼舞时无惨的袭击 之后不幸变为恶鬼的她 虽然曾袭击过自己的哥哥炭治郎 但被炭治郎唤醒潜在了一丝有关家人的记忆后 便重新拾回人性并一直保持这种状态 与其他鬼不同 女豆子从未依靠人类的血液生存 而是以睡眠的方式逐渐回复经历 不此她对周围事物的接受能力与人类无异 且每经历一次战斗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成长 而不像其他鬼只能靠摄取大量血液才能成长 二 纯真的力量 人类时期的女豆子 红色与炭治郎一样为红色 但变为鬼之后 女豆子的红色则变为粉色 其实女豆子粉色的红色 代表着她的纯真无邪 无论是人类时期还是变鬼之后 这种纯真无邪的状态都一直保持着 众所周知 鬼灭中绝大多数的鬼都是欲望的载体 对力量 对血肉的渴望 令他们变得疯狂 而保持纯真状态的女豆子 虽然对血液有着强烈的反应 但从未品尝过血液的她 也因此能凭借意志力压制这种纵欲的冲动 不摄取血液的女豆子 虽然无法像其他鬼一样快速成长 但源于自身的力量却更加纯粹 故此才比依靠血液增强的鬼强上千百倍 三 完整的人格特征 在鬼灭中 只要变为鬼 人格特征变不在 所以鬼都是冷酥无情的凶兽 但作为特例 诸事 玉石狼和女豆子都保留着身为人类时的人格特征 但与前者不同的是 女豆子只对曾经的家人 保有知识和保护的想法 而之后发现女豆子独特之处的灵魂所经厮 也针对这一点 装能为女豆子下了时人类为家人 全力保护人类的暗示 四 火之神神月继承者之一 四 蜘蛛山女战后 汉之狼便被认为是火之神神月唯一的继承者 但实际上成为鬼的女豆子 几血鬼术暴血也是基于火之神神月演变出来的 又有燃进进化一切协会 但不伤及人类的火焰 同时也拥有燃烧想要燃烧的东西的特性 在蜘蛛山女战中 暴血与日轮刀的组合 成为斩杀鬼的最强密切 然后女豆子将血附着到炭治郎的日轮刀上时 还令刀身变红 这无疑是重现了几活原衣的红色刀身 这里要强调一点 鬼的血液正常是无法附着到日轮刀上的 但女豆子的却可以 由此可见只有炭治郎的火之神神月 与你豆子的暴血组合在一起后 才能完美呈现当初日之呼吸的威力 至于能达到多强就无痛好就了 5.女生俱来的斑纹 在鬼杀队中一直流传着斑纹的说法 也就是杀鬼剑士的决心体现 剑士达到一定境界后会觉醒 同时身上也会浮现出不同类型的斑纹 虽然出现斑纹后能力会随之增强数倍 但这种增强确实以后之寿命为代价 最终决战时 藏门炭治郎 石头无翼郎 单鹿死蜜蜜 富刚义勇 威力与行鸣 不死穿石迷 一黑小八妹先后觉醒发文 但与之相比 女豆子觉醒发文却比他们早得多 对战绩赴炭狼时就与觉醒 但由于女豆子是鬼 所以并被将其挥立于剑士的斑纹 而是将其称之为鬼的团包化 6.年一阳光 在奋力斩杀半天狗时 女豆子未能躲过阳光照射 身上大命级灼伤 但成功斩杀半天狗后 人们的目光转向女豆子时 却发现她已然不惧阳光 并脱下口瞎向看着狼狼走岸 因为成功克服鬼最大的弱点 不死女豆子从免疫阳光的那一刻开始 便凌驾于五散之上 成为最强鬼后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阿伟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点赞关注我 爱你们 请不吝点赞关注我